23日 民进党召开中职会做专案报告 台湾地区领导人兼民进党主席蔡英文 会前针对新冠疫情发表谈话 台湾昨天再度出现一起本土的案例 一起案例并不能否定过去整年的防疫努力 但却足以提醒我们防疫其实是很困难的事情 需要政府跟人民携手合作 据台媒报道 蔡英文还在会中吹嘘 2020年对台湾来说是充满挑战和机会的一年 台湾所谓的国际地位不断提升 实力受到肯定 经济 民主 防疫的表现都不错 在国际上说出台湾 不但可以让台湾民众感到光荣 更是许多国家和地区可以学习的对象 与此同时 蔡英文再度炒作美台关系 宣称所谓美台关系达到了阶段性的高点 台湾在特朗普任内获得11次军售 防务能量大幅成长 加上军机制造 潜艇制造 防务战力也将持续累积 蔡英文称 守护台湾的力量会越来越坚强 向世界展现守护台湾安全的决心 蔡英文自吹自雷 而台湾地区副职领导人赖清德 当天在出席一场商业活动时 也大放厥词 吹嘘政绩之心继续膨胀 他不仅夸耀台湾取得的防疫成绩 同时声称 为因应后疫情时期的经济发展 民进党当局已经做好了各种准备 未来将朝高阶研发制造中心 半导体研发制造中心 5G 离岸风电 精准医疗等五大面向招募队伍 他也代表蔡英文欢迎台商回到台湾投资 欢迎台商回到台湾来投资 加入发展的行列